鰻鱼这种东西还是且吃且珍惜吧 毕竟正宗的日本鰻鱼店是越来越少了 能在东京发掘到这样的老店还是算我幸运 又到了吃鰻鱼的日子 我现在好饿 我感觉我要死了 今天这个也是一家老店 在浅草 在日本像这种比较正宗一点的鰻鱼店 一般都有很久的历史 看店里的装修和服务员的年龄你就知道了 然后这个菜单全是用毛笔写的画的 虽然很好看 但是读起来太吃力了 现在的第一个前菜是烤鰻鱼干 大部分的鰻鱼店都会有这个菜 因为鰻鱼干有一种独特的苦涩的香味 苦香苦香的还挺特别 然后这一碗是葱拌鰻鱼内脏 就不只是干了 感觉甚至有点像我们的卤味 只不过这是甜口的 然后今天就煮菜来了 白烤鰻鱼茶泡饭 它这个还不是蒲哨鰻鱼 它家是在白味烤了之后 再在上面涂了一点梅子酱 这个做法非常日本 就是那种清新甘甜的味道 然后之前有人问我 日本鰻鱼有没有刺 虽然说它没什么大刺 但它还是有些很容易晒牙风的小菜 所以吃完鰻鱼之后刷牙非常的重要 今天我们案例的就是欧勒B的生洁小白刷 小源头设计能包裹牙齿 连牙印线都能清洁干净 只需要移动到一颗颗牙齿上就能深入清洁 源头软毛刷很柔和 而且还不扎牙印 还有环形智能控压灯 用力太大会亮红灯提醒 并且自动降速 四种模式可以选择 而且颜值还很高 好说回刚才的鰻鱼饭 日本这种鰻鱼饭都有三种吃法 第一种就是直接吃 第二种就是茶泡饭 我最喜欢的一种 这个茶是有点接近抹茶的感觉 茶香味特别浓 然后米饭刚好能够冲淡茶的味道 然后再加上鰻鱼的炭火香味 这个味道特别的高级 鰻鱼还是要白烤才好吃 然后这份是传统的鰻鱼冬 最小份都是一匹 就是一根完整的鰻鱼 然后切成这个样子 不知道它那个最大份的是有几条鰻鱼 但因为这个是赵烧酱 虽然它闻起来很香 吃低口也很爽 但吃到后面还是会腻 所以我们就追加了一份 金枪鱼瘦洗锅 金枪鱼就是那种 不管你怎么做的很好吃的鱼 我们点了一整盘 都够吃两锅了 它煮好之后的那个肉质仍然很嫩 咬下去还是有劲道的 好嫩啊 再来一个香菇 已经吸满了汤汁 鱼肉的味道已经清到里面了 果然嫩的鱼肉 吃起来都像鸡肉一样 再加上这个咸到刚好的汤汁 再就这一碗芥末茶泡饭 你就会领略到日料的快乐 最后不要忘了用一个豆腐收尾 感觉自己还很健康 这种鱼汤豆腐是最好吃的 这家店吃完之后 嘴巴里可能会有点腥味 回家可以再用一下 欧勒币救济小白瓶漱口水 这个对上火长泡很友好 温和不刺激 味道还很清新 好了 今天这顿R7推荐指数 8.5分 大满足 看玩意儿 今天终于吃到一家 可以给10分的店铺了 能把关东煮做到这种程度 虽然说是藏 但这个装修还是很高调的 感觉已经听到了金钱消失的声音 进门还有个地方专门是锁散的 非常浮夸 来走吧 虽然说只是来吃一个关东煮 但今天个店把我整得像个明星一样 非常好 他家是有菜单的 但其实你可以看到锅里 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我们把锅里的美一样都点了一份 我坐在这个地方 都能闻到汤的香味 不过先上了两份小的关东煮 就是用他那个神汤煮的锅 一份豆腐牛筋锅 一份番茄牛肉锅 小番茄的清香已经和肉汁混合在了一起 温暖的组合 哇豆腐锅也差不多煮开了 不过想起之前有人问我 牙齿为什么这么白净 所以今天就安利一个 日本国民品牌的酵素牙膏 它在日本很常见 里面添加的Dex Pro高壶酵素 可以很快分解牙齿上的顽固牙籽 还原牙齿本来的白色 坚持使用还能扫除那些成年牙垢 泡沫绵密 口味也很好闻 平时就没有好好刷牙的人 就非常需要这样一支 能够有效清洁的牙膏了 像我这种很少去医院洗牙的人 牙膏还得是全民认可的品牌才放心 说回刚才的豆腐锅 它是那种已经煮软的牛筋 然后店员会帮你配一个生蛋黄 可以用来蘸也可以用来煮 我们今天就煮吧 不浪费每一滴蛋黄 毕竟这样煮出来的汤会更鲜美 豆腐上面再盛一点蛋花 真的绝了姐妹们 然后接下来这个菜 真的是我这几个月以来的全场最佳 它叫奶香牛舌 旁边会配一个小面包用来蘸汤吃 这个汤是用关东煮的汤和奶油一块煮的 然后牛舌刚好煮到马上就要烂掉的那个临界点 入口还化不了 但是你的舌头轻轻一用力 它就摊开了 哇 太美妙了 然后这个单品是这家店最贵的一道菜 我们点了三份 非常直 然后终于到我们的关东煮了 师傅在盛好汤之后 会递给你两个带黄芥末的专用盘子 这个还只是我们的第一盆关东煮 哇 这全是我的孩子们呀 现在尝尝这个麸 它是小麦粉做的 口感很细腻 也特别的软 接下来这个是福袋 外面是一层豆腐 但里面是什么还真不知道 这个里面是一坨鸡肉跟粉条 不会是老汤 特别的浓郁 然后这个是一个鱼糕 里面有那种脆脆的小颗粒 问了一下师傅才知道 是鱼的提取物 然后是鞍唇蛋 这个蘸一点黄芥末是真的好吃 终于到一个荤的了 这个里面包的是一整个烧麦 然后是一只完整的小章鱼 还有一点可爱 然后跟你们隆重介绍这个鱼丸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鱼丸 直接用鱼肉捏成的团子 口感很Q弹 鱼肉的味道还特别浓 来口粉条冲淡一下那个味 然后最后的晚安 还是用我们的大根来结束 那个汤汁真的是在往外喷的 不愧是关东煮之神 真正的入口即化 好了 这家店肯定是给10分了 来日本旅游的小伙伴可以试一下 而且还不贵 晚安 看玩意儿 今天这家店真的太实诚了 掐指一算又有三天没吃饭了 特别给力 今天去看一家开在温泉里面的维路里餐厅 就是日本有很多这种世代流传下来的民间料理 有些店是真的藏得很深 今天这家店就藏在日本的香根温泉香 他家本来是想靠温泉出名的 结果没想到他家的料理反而火了 非常奇葩 不过今天我们在吃饭之间还是要泡个温泉 而且还要把每个池子都泡一遍 这样吃饭才会更香 我说的 而且像这种森林温泉泡完之后身上都特别的软 感觉我现在可以吃下五只Yuki酱 虽然贪婪 来点菜吧 第一个钱菜是一种鲶鱼 撒一点玫瑰盐特别上头 味道是一点微苦涩的茶香 对了等菜的时候想起之前有人问我 日本很多餐厅是不是要换鞋啊 不会有异味吗 其实因为日本人很在乎这一点 所以在日本很多地方的角落都能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小林制药的无香空间 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常见 我自己家里也放了三个 因为特别省事 放一个可以管三到四个月 鞋柜如果有异味的话 基本上第二天就没味了 而且它还不含香精 所以也很适合对香味敏感的人 然后收回维鲁里 第二个菜是一个刺身 这个筋枪鱼厚的跟果冻一样 蘸一点芥末不会那么腻 还配了一个经典爽口小凉菜 然后今天进入主菜特别的快 扇杯记得在烤熟之前加一点柠檬 才会入味 一口还有点塞不下 但这个千叶苔 其实是我里面最喜欢的 虽然它其实就是烤千叶豆腐 但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 它需要把那个秘制的肉酱 涂在豆腐上面 就是咸甜口味的味噌泥 涂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你别说还真有点好吃 然后之后就是这个盐烤 不知道什么鱼 只知道是一种刺比较少的淡水鱼 你不要看它个头很小 其实里面肉还是有点多的 肉质还有点像秋刀鱼 然后是一道非常硬的菜 和牛串烧 看到小洋葱我就放心了 这种小洋葱没有很强烈的葱的味道 而是非常甘甜的那种感觉 特别配和牛 然后是烤山地鸡 这两串我感觉我可以吃到明年 我饭家店的分量都特别给力 山地鸡其实就是日本的土鸡 还不如阿姬呢 然后又上了三坨牛肉猪肉和鸡肉 说是给之后的主食当配菜的 我刚才吃的那个都不是主菜吗 总之这家店的分量真的是特别的多 不愧是乡下的餐厅 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 而且重点是它还巨便宜 最后的甜品也还很有意思 好了阿姬推荐指数 8.5分 时辰的温泉餐厅 看玩意儿 今天这家店光看他们上菜的方式 我就知道我来错地方了 这种菜品不写价格的店都有一点恐怖 今天我们要去摊一家巨牛逼的餐厅 不过为什么要这么夸张地说 这家餐厅很牛逼呢 因为好像去过这家餐厅的人 都还比较牛逼 啊这 前首相亲前总统来过的店 这是一家炉端烧餐厅 是在东京很出名的一家老店 食材基本上来自于全国各地 11个最出名的地方 叫炉端烧 是因为大家都是围在一个炉子周围做的 师傅们就坐在炉子边给顾客料理 其实还挺有仪式感的 菜品的话就是看重什么点什么 第一个前菜好像是那个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这是什么 不过吃进去之后发现 应该是煮的筋木雕 紫苏也配着一块很大的鱼肉 然后是一份盐烤香菇 就香菇本来就很香了 再加上备长炭 那个香味就变得更加明显了 第三个菜是两个很大的竹节虾 师傅会帮你把虾尾和虾头分开 会把那个虾腿推留着 这个虾腿真的聚脆 就跟刚出锅的薯条一样 然后终于到了我最爱的菜 挤上一点柠檬更清爽 最喜欢的青椒 然后是今天的食烧北极贝 壳里面满满的一大块肉 感觉这一个贝就塞满了整个嘴巴 大满足 然后这个菜我一直以为 它是一个烤豆腐 或者是什么假肉之类的 结果里面塞的全是蟹肉泥跟虾肉泥 搭配着生姜一块吃 非常闷骚 这片烤平骨就显得格外的寂寥 一口全干了 最后再来一串烧鸟串 就准备进入我们的主菜环节了 这个葱还挺甜的 第一个主菜是后切牛舌 哎 我的爱 还是那句老话 外面烤得嚼嚼的里面 带一点血的那个状态 就是牛舌最好吃的状态 自己烤就很难烤成这个样子 我就报个烧烤班好了 然后是一个和牛串 加一个小洋葱 你们知道吗 这个时代不能没有和牛 就跟不能没有末文味的哥一样 蘸了刚才那个酱料之后 再在上面涂一点新鲜的山葵 山葵是一点都不辣的哈 接着就是我们今天最贵的一道菜 盐烤金鸡鱼 这个是在日本很珍贵的一种深海鱼 因为深海鱼嘛脂肪很多 所以烤出来那个味道就很香 就是看起来心情不太好的样子 表皮烤得已经很焦脆了 但里面的肉还是保持着一个 很多汁水的状态 对了 师傅是可以帮你把鱼刺挑走的 我真的太需要这种服务了 体验感大增 特别过瘾 最后的甜品又是我们熟悉的哈米瓜 这是高档餐厅的必备吗 可能这些人并不知道 哈米瓜在我们那有多便宜吧 不过水确实挺多 金钱都没放 这家餐厅还有个比较有趣的是 吃完饭这种还有个额外项目 就是举重 如果你能单手用这个杆子 举起四个碟子 今天这单直接给你免了 然而并不可能举得起来 该给还是要给 总的来说这家店气氛特别好 菜品也不错 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 阿基推荐指数8.5分 真贵啊 看玩意儿